詞曲 李恬 曲 李恬 曲 李恬 詞曲 李恬 李恬 曲 李恬 作曲 李恬 李恬 副加藍 我的血 寒冷自骨 他一口气 模糊了前路 月光知道 我所有的几途 不过是在你心口 写一页书 然后我就笑着哭 默默在心里住一个户 接受所有背景的义务 连遗憾也不敢辜负 然后我也不认输 慢慢拒绝着苍生的苦 走过寒冬香依旧如骨 等春色再云染归途 还真是个白衣无尘的少官人 我不喜欢你这样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话 我不舒服 不 跪下 殿下 跪下 你真是神奇 连下跪的姿势都比别的男人好看 承蒙殿下不弃 我不喜欢官政清明 也不喜欢白衣无尘 我就喜欢看着你对着我隐忍难言的样子 沈郎 凑个热闹吗 殿下的心策前所未有 事关朝政国事 庶难从命 难得见你态度这么坚决 也罢 起来吃饭吧 碎事定在下月初时 具体考核规章 臣都记在奏书里 碎事已是交给沈卿 朕很放心 陛下 长公主求见 陛下 沈学士也在这里啊 我有没有打扰你们聊公务啊 不敢 臣已汇报完毕 先行告退 沈学士 我今天有个主意 也想问问你的意见 我听说今年的碎事快到了 往年横述都是考那几项 也没选拔出什么好人才 今年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陛下觉得 让男女结队考核如何 胡闹 国子剑和民意堂教习本就不同 怎么可能男女一起考试 陛下是觉得 京城里的贵女们 会拖了公子哥们的后腿吗 朕并不是 陛下 莫要忘了 当年是我出使为至 换大燕安定 你今日稳坐地位 靠的 不是我吗 所以不要小瞧这女儿家的能耐 关键时刻 未必不如男子 陛下也该给他们一个 共同比试的机会 沈学士觉得我这个主意如何呀 今儿个 我心情好 陪二位坐一会儿 李公子看什么呢 李公子看什么 宿国公且慢用 我们兄弟二人 先告辞了 今儿这个茶 还请不请吗 请宿国公 随意 不过是替圣赏办差的稿 有什么好得意的 罢了 这种妖逆不必招惹 你忍得了这口血 我可忍不了 好 木招手 朱军 咱当真随便点吗 点 好嘞 陆阳叶家不是很有钱吗 拿钱砸开国子界大门 我这画 可是前朝画师里招到亲笔的松阴图 有势无价 诸位给我看看 这画 确实是被他撞坏的 是你仗势欺人 瞒不讲理 我今天心情好 你若拿出三千两黄金 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这是讹诈 那是谁 叶师姐 陆阳叶家的大郎君 那不就是 江二娘子的表哥吗 是 咱们打扰李公子 看戏了 今日我非要带你见官不可 带走 干吗 干吗 别碰我 且慢 走 让一下 江老爷 江老爷 怎么了 别去 拿着 江二娘子 怎么来凑这个热闹啊 孟娘子 此画可否一见 来 借看一下 借看一下 李大师的墨宝果然珍贵 重在义去难得无价 不过 此画是假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真的是假的 你看看这画卷 前朝只产出丝薄 促而息薄 这幅墨宝的画卷 洁白细腻 这分明就是双丝卷 赌约 对啊 他不但说谁输了谁就下规道歉 还说输了就滚回镇女堂 如此夸下海口 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让猪给滚 之前我还吓一跳 觉得他会不会是薛芳妃回来报复咱了 现在我反倒放心 就这脑子 除了长得像 其余的一概不像 简直是狂妄至极 竟然敢跟李家公子下赌约 他是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吗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听这些 哥 你最近怎么了 总是不开心 没什么 他 按理员近来事物变多了 哥有些累了 你先回去温书吧 你不会是在担心那个江离吧 沈如云 你不要放肆 找你惹你了 你要让我问问你 要不要搬回自己的屋子里去住啊 毕竟 整日在书房里住着 也不像个样子 我在这儿住得挺好 哥 你把你的屋子锁着 也不让人进去打扫 这样下去也不行啊 要不 你把你的钥匙给我 不过 我和娘去吧去 她的东西都丢掉了 这样你也能回去住了 出去 哎 你们都说了 皆さん 我特别是 好 我们就突然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